本节目由小银科技冠名播出 有趣的是说这话的是一位社会科学学者 张维莹知名经济学家 现在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社会科学学者擅长告诉大家 用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够管理好这个社会 张维莹倒好最喜欢告诉大家 人类是无知的 所以决策者不需要做很多干预 让大家自由发挥吧 他的知名离不开两件事 一个是35年前 在政府忙着计算该怎么定价格才最合理的时候 张维莹的思路从根源上破局 他认为合理的价格不是计算出来的 而是在市场中形成的 并就此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 另一个发生在三年前 张维莹和同为北大经济学教授的林逸夫 展开了一场产业政策的世纪之变 张维莹把产业政策称为是一种 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 林逸夫则说 没见过不用产业政策 就能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 或者能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 到底谁才是对的 在产业政策评出的今天 这似乎已无从检验了 但这些年过去了 他是否还坚持着从前的观点 今天是那场世纪大辩论的一次回访 其实讲的张老师 我印象特别深的可能还是 大概两三年以前 就是跟林逸夫老师的一个辩论 我记得您当时说的是 您的观点就是产业政策在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选择性的干预和歧视性的对待 大概话是这样讲的 但这些年我们国家的产业政策 其实也做了很多调整 您的观点有改变了 我没有改变 因为我已经在理论上 我觉得弄得很清楚 就是由于人类两个因素的限制 这产业政策注定不会成功 第一个就是人类的无知 尤其涉及到创新的这一块东西 就是技术的创新它的高度不确定性的 它没有经验可行 它不是一个科学去测 我们产业政策假定就是我们有一部分人很聪明 他知道我们应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 第二我就是人类的无耻 我这无耻可以打引号 就是说有时候你一个政策来 好多人就利于政策无私利 就是说因为政策总是带有好多 或是歧视性的 就是要一些特别的对待 特别的特权甚至补贴 现在我们从这几年的经济看都是这样的 这两个因素导致的结果 你产业政策最后一定走行 就即使你一开始设计的 出了很好的想法 但是最后执行当中一定走偏 你还不说产业政策一定会放大 就是当我们中央制定一个什么政策 支持什么的时候 全国各地 那就会一定都等同的复制它 为什么呢 复制是一种安全图示 就是我最后做杂了 那我是按照政策 我没错误 所以我在几年前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就是这好多产业政策 你不搞砸它不罢手 然后搞砸了它才最后罢手 但是搞砸也不一定罢手 这就是说我们产业政策的纠错机制 它跟市场不一样 市场好比说 你这企业最后就做失误了 或者你破产了 被人家兼病了 你没有新的投资了 你就不能做了 但是因为政府控制了好多资源 那政府官员 当他发现这个政策出错以后 他可能想办法又掩盖这个错误 而不是不这个错误暴露出来 那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就是说 我进一步追加投资 所以你从外界来看 好像你能没有办法 实际是他是对还是错 但是他已经太多的资源投入进去 这个赌得太大 但是也有一种看法 比如说像人工智能5G芯片 这种可能需要国家大力支持的产业 它的发展 您怎么来看在它跟产业政策的关系 它是不是部分是得益于产业政策的城市 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做经济学的 在19世纪 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叫巴斯夏 他有一个观点很容易 就是说好的经济学家 和坏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坏的经济学家 他只能看到看得见的东西 好的经济学家 他不仅要看到看得见的东西 还能够看得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所谓别人看不见的就是说 当你有一个政策之后 其实你就消灭了好多奇特的机会 好比说当我们在鼓励这个 什么东西发展的时候 大家都分用这个发展 那其实本来资源应该 用于奇特的探索就没机会 那就没法证明它 所以我原来还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就说就像说简单说 比如说你假如说政府说 他要养鸡 然后其他人都不能养鸡 那你最后统计上一看说 你吃的鸡蛋鸡肉都是政府供应的 那你能不能都说结论 如果没有政府供应的话 大家就吃不着鸡了 吃不着蛋了 都不会的 为啥 无非你的这个政策 消灭了别人供应的机会 张维赢把这归纳为一种 产业政策的自我政诚 也就是说 当政府在政策上支持某一产业的发展 确实能把这个产业做起来 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它是对的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推出产业政策是不对的 那怎样做才是对的呢 如果按照张维赢所说 要相信企业家的自觉心和判断力 有利可图的事情自然有人去做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去支持大家的自由选择呢 但是 如果是这样想下去 我们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 我们应该考虑什么 去尽可能的 不要陷入这种自我正诚的循环当中 你说这儿有一定道理 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假设 我们就像科学军策 但我要告诉你 这个新技术 产业的发展 它不是一个科学军策 它是靠一个显现力 靠一个判断力 你哪能用出过去的数据 证明未来该做什么 它只有少数人 就非常有起家精神的这些人 它靠它的显现力来做 我们现在你看太阳能的产业政策 然后前两年的新能力产业 那就是通过好多科学家 院士们给搞出来的 那可不是说 你不能说这些就是 政府官员拍脑袋的 现在政府官员制定政策 它非常中途科学 但是我就说 这不是个科学 科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科学是我们变得自大 像还有一个频频的 这种科学主义 理性主义 因为我们人类 我们就掌控整个世界 这是一种叫致命的自负 我们没有那么厉害 您刚刚讲到 我们不能够通过以前的数据和科学 去得出结论 然后我们也是无知的 我们凭什么能够完全相信 这种自觉性 自觉性 自觉性就是它的最大特点 就是分散化 它有好多人在试 它不是说针对一个人 说你来做这件事 你后面说我们叫做云计算 在十来年前 谈云计算的时候 就我所知 后面马云 就认为云计算 未来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有发展方向 但是马焕腾和李彦宏就不这么认为 他们三个人 BAT都是中国最接触的企业家资历 但是认识完全不一样 那么如果让这三个人投票的话 那就不坏准 2比1 云计算了 对吧 所以就是所谓是 就是说它正有我们无知 所以我们让大些过海各些神通 那最后了 有些证明是对的 它就开始扩散了 有些证明是错的 它就消灭了 那我们从结果来看 比如说您刚刚讲到这个新能力气车 可能有很多扶植的政策 很多产业政策 所以得到了短期内一些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但是当这些政策逐渐的减弱的时候 其实比如说补贴减少了等等 它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像这样的企业 它面对这样的情况 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独立 一旦补贴去掉 那大部分这座新能源汽车都会死掉 那我要特别强调一点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就是未来汽车 究竟哪一种汽车站主导 其实我们并不清楚 传统的燃油车 它的企业还是很大的 它可以完全 现在的技术 传统人员是完全可以消灭污染的 然后他说 我们的化石能力是有限的 这也是我们自己说的话 我再要说 什么叫资源 它是与技术相关的 资源不是说 我们现在我们教科书 我们都很清楚 什么是资源 数量是多少 这叫indowment 资源禀赋 然后我们再计算 我们该做什么 这些理论都是错的 我就举一个例子 石油 在1850年之前 石油不是资源 石油是一种有害的污染物 后来有人发明 石油里边提炼煤油 一栋石油提炼半栋煤油 煤油可以点燃照明 煤油灯 这个时候 石油就变成资源了 所以就说 什么是资源 什么是不是资源 这是依赖技术的 其实您还以这样的想法 其实还评价过人口政策 比如说您说 我们之前计划生育 到后来放开二胎 到现在开始 大力的鼓励生育 整个这个过程 您觉得也是体现了 一个决策的无知 我们三年前 四年前 那时候还说 你要生两胎就罚款 对 这个后来说 哦 允许生两胎了 马上就说 你不生两胎又罚款 对 那你就 这个世界本身 你就可以看得 这个政策是很有问题的 但是为什么当初 这项这项政策 那我这都是人口学家 经济学家 系统文专家 进行了各种证明 证明说 哦 中国这个土地上 养活多少人在核实 这个东西 从哪个方面 都是现在看来 都是很荒唐的 这地球上能养活多少人 我们不知道 它仍然以来 有人类的创造力 但是有很多的政策 不管是人口政策 或者是产业政策 可能制定者 他也是要在当时 那个阶段 尽管无知 但是要在一定的 时间之内做出选择 有些东西 你为什么要你选择呢 你要选择 就是让每个人做选择 还有一点就是说 即使你赞成某一个东西 和你强制推行 它是两码事 对吧 就是说 如果大家 有好多人认为说 应该是应该什么 那你可以说服的方式 你可以通过言论啊 出版啊 说服东西 所以我就说 重要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说 总是想让一部分人 替其他人都出去撤 这是最危险的一种体制 计划体制的一个核心就是这样 它是让一部分人 替所有人出去撤 我们人类啊 我们我是很无知 我们的心情是分散 是地方化的 什么东西对你好 什么东西对你不好 只有你自己最知道 人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权利 无论生意 无论创业 做生意 这是他的权利 如果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了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 自由的去想 自由的去创业 自由的去创造的时候 你就不要太担心了 对我还看到您前段时间 的一个说法 说反思一下 为什么近现代一些重要的科技 发明创新都是在美国 其实是因为美国的机制 更看重这种自觉性 和给企业家更大的空间 企业家精神就是说 不雄规蹈矩 就是它要突破这个规则 哪个地方这种精神 能够最自由充分的发挥 哪个地方一定创造力最强 也比如说三百年前 两百五十年前 那就英国那个地方 那么它这种 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最好 没有这样一个 充分自由的创业创新的环境的话 那是英国不可能 起来搞工业革命的 张维莹最早名声确起 是在二十五岁的年纪 用她的一篇论文 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在急需价格改革的八十年代 她在硕士学位论文的下半部分中 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了 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 她说 双轨制就是承认我们的无知 这与她一直以来秉承的人类无知论 一脉相承 具体来说 这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 一边维持着计划内商品的国家定价 一边让新的需求 在市场中形成定价 久而久之 市场选择的作用下 更多定价需要在市场中完成 最终 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实现了市场定价 您是在国内最早提出 并且做了一个系统的论证 这个双轨制改革的一个学者 我们昨天看到 那个泛黄的那个扫描的文本 就是35年前的那个文件 我看到里面您讲到说 整个的这个价格体制的改革 是整个改革的关键 叫做牛鼻子 您用了一个词 现在您来看 你觉得价格改革 对于整个体制改革的影响了多大 你价格放开以后 你原来那些企业 你的销路本身很低 但靠低价供应的原材了 你还活下去 那么现在有市场价格 就证明你做的不好 那或者你就有改进 或者你就被淘汰 然后就引起的贵油企业 整个改革的需求 另外呢 何必说 这个价格放开以后 就市场上有新的原材料供应了 那先证企业 甚至私有企就出来了 由于按照原来的体制的话 计划供应的产品 是不能给先证企业的 就些也就出现一些先证企业 他买不到这个原材料 然后他就用一种非法的手段 然后就贿赂 不管怎么他就搞来 但是呢 那整个是违法的 对他的约束很大 那有了这个市场这一规划 他也可以民政业算的 合法的从市场上来买到这些东西 然后另外你看这个价格放开 慢慢就区域市场化 区域合理之后 何必说我们这个投资体制改革 还有物资流通体制改革 所有其他改革了 都这个需求就都出现了 所以说价格改革 可以说在整个在 尤其80年代 中国改革当中 就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如果当时价格不放开 也就是不从85年开始 搞这个双轨制改革的话 那好多记者的改革就没法闹 你后面就税税改革 原来要征税的话 那价格本身不合理 那这不合理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我每一个企业定不通的税率 那这样你管理去就会非常的困难 价格慢慢去合理之后 那这个税了就可以统一了 虽然您说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预见的 我们都是不断试错的 我们是无知的 但是以现在为出发点的话 未来我们在价格改革上 和整个体制改革上 你觉得还有哪些重要的突破口 那我想自93年之后 中国的价格体制基本没有再变化 那也就是90%的都交给市场了 那还有那么10% 仍然有政府管制 这种主要是公用产品 公共产品 还有一些基础设施 那我想未来这些方面 还要继续往市场上前走 例如石油价格 那这些东西仍然由政府来控制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 另外特别有房子的 就是说在改革40年之后 房子走回头路 因为其实在几年前 就出过这个情况 当我们政府现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时候 它就规定哪些价格 你不能涨 你要涨的话要报我批总 实际上就是政府管制了 下一步 尤其是我们知道 总美贸易的谈判 如果不能成功的话 可能对中国有很大的冲结 那这里我们也要防止走回头路 那就是我要提醒的一点 刚刚您提到了中美贸易的一些摩擦的问题 不管谈判能不能够成功 或者以什么样的速度去 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这一波的冲击 有没有可能会倒逼我们国内的这种改革 我想大部分人希望如此 因为从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验来看 好多国内的改革是与开放相关 像我们就顺着我们的好多法律的制定 就是你要跟国际接轨 你要在国际市场跟人一块玩 那有遵守共同的规则 所以接轨实际上就是一种改革 这种贸易摊板 确实有助于推动中国自身体制的改革 当然最后能不能起到效果 这个还不好讲 因为首先我们自己要有改革的动力 自己没有改革的动力的话 那也不一定能够逼出来 价格改革之后 市场化道路上 国际改革成为焦点 2019年是国际改革的攻坚年 国资委为今年国际改革 跨定的两大重点方向 是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和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 中间的转换会面临着什么样的难题 而在另一边 去年以来 关于民企生存环境的问题 也在不断地发酵 国企民企差别待遇的问题浮出水面 一时间竞争中性成为热词 政府陆续出台文件支持民企发展 但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 国企民企 怎样才能够真正地站在同一条旗袍上 我们来聊聊民企跟国企 这个问题从去年下半年 显得尤为的激烈 一直延续到今年 其实国家也连续出台了很多的政策 不管是资金上的政策上支持 在您看来这些政策起到作用 民企现在的处境 比起一年以前半年以前 多少有些环节 应该讲就是说 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吧 但是总体来讲 民企的这种信心 还是有待进一步恢复 因为特别是现在 因为我在区分里一个叫套利和创新 过去的话 民企做的是套利的事 套利的事你就是比较短平快 那现在需要要他们创新的 那就要更有常业的这样一个考虑 就是我今天做的事 投资的事 也可能十年之后才见效 所以它就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 所以这一次我们一种的体制 政治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应该说过去几年 大家信心不是那么足 那么这两年 因为上边也开始 要重视企业家精神 重视民企 可能还是有一些作用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它要落实在法治上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发现 在做好多过去的案子 包括张文忠的案子 故土君的案子 就是说当我们的司法 那么任意的去判刑的话 那就对好多民企 你让他有信心 我觉得很难 不光是经济上的问题 不是经济上的问题 经济上很简单 就是你个人 就是说你企业 你判断失误 你就 就是你这么讲 一个市场本来 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只有那些 特别有冒险精神的人 才敢去做这些 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政策法律方面 有尽量减少这些不确定性 如果我们政策法律 本身在篡造不确定性的话 那这个其实你就 对企业家真正形成了伤害 对整个经济发展兴趣了伤害 我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喻 就是说我们可以设想 一个人在牢里边 但是他知道好多朋友准备打牢他 救他 是吧 另一个在牢外边 他是自由人 但是他知道好多人在追杀他 你是哪个人感觉好 牢里的 对 因为牢里他不自由 他感觉好 为什么 他又充满了信心 80年代 就是90年代 好多的民企就是这样的 石油企业不合法的时候 就好多人做石油企业 为什么 他说按照邓小平的改革方向 以后会合法的 而现在呢 那就可能更像我讲的后一种情况 其实讲到民企 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 就是国企的改革 这个也是一直在谈 一直在谈 今年的重点呢 我们在这个新闻上看到 国司会主任夏亚庆 他是说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要推动这个 国有资本投资营公司的一个试点 还有一个就是要改革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那今年基本上也过去一半了 在您的这种观察上 您觉得运气能怎么样 并且要注意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新概念 至少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来了 对 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这是一个进步首先 就是它比传统的一个直接管国企 有进步 就是要管企业管到管资产 但这就怀上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那我们以后 我们为什么需要贵有企业 如果我们要求贵有企业和私有企业 一样的用心的话 那你就要贵有企业的这个理由就没了 那另一方面就是你这个管资产 它最后它麻烦也很大 那么大的资产 你要分去了好多人去管 尤其要通过股票市场的交易等等 那这个腐败就很难避免了 你知道吗 物质的东西你还好检查 这户必东西你没有办法平安的 可能也不是一个一年的重点方向 能够解决的问题 不是的 我觉得中国最重要的 它是真的是让民间的力量 民间的企业家精神 很好地发挥 然后真正要做的 我认为最重要就一点 自由总录 各行各业自由总录 这是竞争最和谐的东西 那有了自由总录以后 我觉得每个人 你有才能可以发挥 你已经在这个位置上 别人都会挑战你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不就是原来 你看好多只能贵有其一座的领域 为什么不能让民间进去做 然后四螺子四马 拉出来溜溜 最后哪个谁能生存下来 你要知道过去有好多的行业 一旦民间进了之后 因为过去还有想要好多的优势 有了一条件 但是呢 它仍然难以和民营企业精神 因为民营企业的效率要比它高得多 但是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